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罗瑞牧师,欢迎收看赞美堂频道。 我开始做这些视频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知道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教导,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运动,有很多不同的思想的主流。 那么在这些思想的主流当中有很多的错误,所以我怕的是很多的非常单纯的信徒,他们来接触这些东西,来接触这些思想呢,然后会失去他们对主原来的这个爱心,起初的这个爱心。 我自己啊,可以说是过来人啊,我有读过神学,当我读神学的那几年呢,可以说是我变成像一个法利赛人了,因为我懂的圣经很多。 甚至那段时间,我真的是认为,我的神学思想啊,系统啊,比我的那些教授还要好,还要深,还要清楚啊。 我可以听任何牧师讲到,我可以批评他所有的错误,我还可以批评他,你看他引用错这个经文,那个经文,他这个神学不好,那个神学不好。 但是有了一天啊,我正在这个神学的捆绑当中的时候,呃,其实啊,我不只是读神学,我那段时间每天都要祷告三个小时,读很多的圣经啊,读很多神学方面的书啊,还要去传福音啊,所以我非常的热心啊。 但是就像保罗说,法利赛人有热心,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有热心,但是没有知识,没有智慧。他们那个热心不是按照真理。 如果你的热心,弟兄姐妹,不是按照真理的话呢,会导致很严重的一些后果。 甚至有一些人,法利赛人,是,举一个例子,他们是充满热心,但是呢,他们的结果是灭亡。 所以,就是因为一个人啊,有热心,或者是有一个系统,不见得意味着本人是有道理。 我发现,往往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完全地解释圣经,解释所有的经文,解释所有的神学,他完全有一个完全的系统,这种模式往往就是错误的了。 为什么呢?因为神给我们的圣经,神给我们的这个道,不是我们那么简单就可以来解释,就可以来剖开,就可以来说,你看神的主权,人的自由,人没有自由,神有主权,讲来讲去啊。 实际上啊,实际上啊,没有那么简单啊。所以,有一天啊,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有一个感动,要上班,上班早了,我就回到家里,然后找了一个地方,安静地祷告。 我在祷告那天啊,好像突然之间,神就打开我的,我的这个属灵的眼睛,然后我就开始明白,哦,原来我里面有很多的罪啊。 我当时基本上因为已经认为我是没有罪的了,我已经完全得胜了,但是那天神好像稍微打开我的这个里面,然后我开始看见,哦,我是充满属灵的骄傲,我是充满很多的自私,不爱人,各种各样的东西。 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回改,做法利塞人。我们要追求什么呢?不是支持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认为啊,要信主要信得好,尤其是有这个知识分子的背景,他们认为要寻求知识越多越好,不见得,不见得。 因为保罗说,什么?他说这个知识让人骄傲,但是爱造就人。所以我们要寻求是一个活泼的一个关系,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 我们根据建立啊,这样的一个关系,当然也包括很多知识也好,智慧也好,什么的。 但是这个是一个活泼的一个东西,而不是一个死的一个东西。你不能够从书上得到的,你要来用你的心灵与诚实来拜这位神,你就可以认识祂,你就可以亲近祂。 我希望你可以从我的身上学到这个功课,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不以为你是神学博士啊,或者是什么。 现在有些人他们认为啊,不愿意听任何人讲道,除非他是博士啊,或者是读过什么神学院啊,或者是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真的是很可怜你。 如果历史有这种思想,很可怜你啊。 因为历史上最好的传道人没有读过一天的神学,最好神的仆人们往往都不是什么博士啊,就是爱主的人, 就是遵守他的道的人,就是遵守他命令的人,这些人往往是成为最好的基督徒,最好的牧者,爱主的人,全心全意的爱主,跟随主。 这个是你可以跟随的一个人,如果他有这个心,他有这个爱。 前几年我在伊尼这里,一个中学的一个夏令营去讲道,第一个晚上是另一个人他去讲道,他是来自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教会, 我不会讲是什么教会的,是因为我讲的大部分人会知道的。 所以他在这个教会里面,他得到了很多的神学,他得到了很多的系统,他得到了很多很,他认为是真理啊。 他去讲,他跟那些学生讲,我告诉你,学生非常讨厌那个人,为什么呢? 他用这个所谓的道来打这些学生,他用这些道来批评,论断,没有达到任何的结果,那些学生大部分是没有得救,没有重生得救。 所以他来讲他那套,他认为是真理,但是没有任何用,因为什么?他没有爱,他没有爱。 他就是想要说服这些学生,他的立场是对的,他们是错的,这个没有用啊。 也许你的立场是对,他们是错的,但是如果你唯一的目标是要说服人的,你不会达到任何的好的结果。 你必须有一种爱,你必须有一种关心灵魂的心肠,只有这样才会打动人的心。 后来我去讲道,我告诉你,我讲的信息很简单的。 我讲罪,我讲十字架,我讲耶稣来拯救,令我讲悔改。 然后那些学生大大的被圣灵感动,甚至他们来公开的认罪,宣誓说,我要跟随耶稣基督。 多半的人都得救了。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我们读了多少年的这个神学啊,或者是什么,是因为我们有神的爱,神的心,我们有这个真理。 当然是要有真理,但是真理也是有爱在里面,真理也是有怜悯在里面。 当然有一些人他们太那个,太强调这个怜悯,甚至这个真理好像缩小了,没有什么真理,就是爱爱爱爱爱,那个也是不行的。 必须有一个不可更改的真理,一些原则,一些真理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你把这个传出去的时候,要有主的心肠,要有主的爱,要有这个关心灵魂的心,然后要为这些人祷告,然后呢,我们就必能够看见一个更好的结果。 所以我希望这个简单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在你的灵命的成长过程当中。 要知道,不是知识,不是神学系统,不是什么,就是耶稣,而且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要越来越多,越来越紧。 Amen,愿神祝福你们。